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Guy 今天是Guy讲的健康减脂小厨房的第二集 在第一集的时候 我跟大家分享了五款非常饱富 然后比较健康的生态沙拉 而且它们也是非常的快 而且是一人十有好的 很多小伙伴去尝试了以后 我也跟我说真的就没有吃草的那种难过 甚至无意间吃下了一大盆 都不觉得自己在吃草 那今天的第二集 就是跟大家分享几个夏日饮品 还有健康零食 虽然今天是一个临时饮品合集 我还是给它分了 有分为绿色通行区 黄色停滞区 还有红色警告区 为什么明明是健康合集 还要分三六九等 难道是红色区的徐普 他们占的不够高卡路里不够低吗 卡路里吃字呢 是我们一直以来都知道的一个点 但是其实卡路里吃字 只是完成了你减肥生涯当中 就是万里长征止走完了一半 更多时候呢 控制你体重的东西 其实并不是卡路里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Dr. Sim他就做了两个实验 第一组实验呢 是发生在Vermont的监狱里面 他让原先没有任何的肥胖时的一些犯人 每天去吃过多的卡路里 犯人的体重必须增加25%到30% 在为期六个月的这个实验当中呢 前面几周这个实验真是毫无压力 他们体重很快就增加了 但是到了几周之后 突然这个实验就出现了一点点的问题 因为这些犯人无论怎么吃 他们的体重都只是很缓慢很缓慢的去增加 而且有些人真的就觉得我不行了我吃不下了 但是没有办法把他们是犯人嘛 所以呢他们就必须还是得吃 有些人甚至一天吃到了一万多卡 在六多月之后呢虽然这个实验成功了 可是在测量的时候就发现啊 这些人的新陈代谢普遍增加了50% 这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 后来Dr.Sim他又做了另外一组实验 从来没有过任何发胖问题的瘦组 还有一组呢是被医学诊分 唯有过度肥胖问题的胖组 这两组的人呢 他在中间选取了一个体重值 他让瘦组和胖组都要达到这个体重值 虽然说最后的实验结果是瘦组成功的 通过过多的卡路里达到那个胖的体重 那胖组呢通过减少卡路里达到了那个比较轻一点点的体重 可是在实验结束以后呢测量这两组人的身体 他们就会发现说 瘦组的新陈代谢居然提高了 而胖组的居然下降了 这两个实验呢都是证明了一点 就是我们的身体是足够聪明的 当我们试图去调整我们的卡路里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也会调整我们的新陈代谢 让我们的身体还是维持到 他觉得我们应该达到的那个体重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反复跟大家强调 节食真的不可取 因为你节食瘦下来 就算你转心内瘦下来 损害的是你身体的新陈代谢 损害的是你身体的正常的一些运作 同样听完这两个实验 你们应该就懂了 很多瘦子跟你说我吃不胖 他们真的不是表里表气地说我吃不胖 他们真的就是吃不胖 这个时候我想起很多人就会说 那我就要胖一辈子了吗 不是的 在第一期的时候呢 我跟大家讲过 为什么我自己很喜欢低碳饮食和间歇性断食 因为这两个都是可以修正你的胰道素抵抗的 所谓胰道素抵抗的就是喝口水都会胖 其实通过一个近一百年的一个调性图 我们可以发现 美国二型糖尿病的人变得非常非常的多 不管是低糖饮食还是低糖饮食 都是算是一直在炒来炒去的 但是无可厚非的一点是 确实在1970年或者是现代文明社会当中 我们有过多的时间可以去接触到吃这件事情 除了我们的三餐以外 我们还会不停接受到零食 每一次只要能够生血糖的进食 血糖的上升会刺激你的胰岛素的上升 在一天当中呢 你的胰岛素不断的上上下下上上下下 最后它就没有办法回到一个比较低的状态 这就是为什么渐渐的很多人就会产生胰岛素抵抗的问题 就会受不下来 因为胰岛素越高 那你可能身体给你设定的体重就是越高的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不建议大家吃零食 而且给今天这几个零食食不划分的区域 绿色区域呢就是不会有太明显的生糖 不会让你有过多的渴望食物的焦虑 那你想吃食物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喝喝这种饮品 黄色区域呢就是它的卡路里还有生糖指数都是比较低的 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作为你一天当中 比如说你的小餐 或者是说在你吃完一餐以后 你觉得食物没有得到满足 其实食物没有得到满足 不是说你胃吃的不够薄 而是说你的血糖可能一下子不要太高了 让你觉得说我还没有吃饱 黄色区域的时候就可以作为你的餐的收尾 它不仅卡路比较低 而且也有比较好的饱腹感 并且能够让你在吃它的过程当中 渐渐的回到一个我没有那么被刺激食欲的状态 那红色区域呢就是我更加建议大家在作弊日再去吃吧 因为红色区域的东西 虽然它不像说我们平常在作弊日会去放纵吃的甜品 但是你一直在吃这种看似无糖 然后没有太多的碳汁的东西 还是会去刺激你的食欲 让你没有办法进入到比较正常的健康循环的饮食当中 而且我还是更加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些卡路里 留给你真正需要去吃的食物 好的菜 好的肉 好的海鲜 都尽可能的减少加工食物 做间歇性断食和我做低碳以来 我发现我买食物的钱真的降的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我吃的食物的品质都变高了 就是我蔬菜都是会买有机的 然后我肉也都会买有机的 和乐而故为对不对 听了我说完这么多的废话 相信你们已经等不及要进入今天的料理时间了吧 让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天的料理环节咯 首先就是绿灯区的饮品了 延延夏日第一杯就是薄荷清凝苏打水 做法非常简单啊 在杯子里面加入冰块 然后准备一些薄荷叶 我最近自己养了一盆薄荷 随喝随摘非常的方便 切一些清凝 清凝的味道比起柠檬来说更加清爽一些 所以我觉得跟苏打水味道就更配一些 当然了如果你喜欢柠檬也可以加柠檬 如果你想要更像外面卖的饮品的话 甚至可以加入两滴甜叶菊的萃取液 这种甜叶菊糖它比起粉状的来说 更加天然一些 不含糖醇 甜叶菊甜度非常高 基本上这样子一杯两滴就足够了 最后加入苏打水就完成啦 第二道饼品就是完美的复刻了康师铺冰红茶的无糖低卡版本的冰尼饼 煮一杯立顿的红茶备用在杯子里倒入冰块 我这里的这个杯子呢是1200毫升的 加入1000毫升煮好的红茶 50-100毫升柠檬汁 两滴管的甜叶菊糖 这样子的配比呢 基本上是可以完美的复刻康师傅冰红茶的 如果你喜欢酸的呢 就多加点柠檬汁 如果我自己最喜欢的方式啊 其实是不加甜叶菊糖 反而加些苹果醋 但是如果你不喜欢苹果醋醋酸味 这里还是不要加啦 接下来就是黄灯区了 黄灯区的第一道菜就是这个羽衣甘蓝薯片 把羽衣甘蓝的叶子和杆子分离 这杆子不要扔啊 可以去腌泡菜的 因为杆子特别的硬 直接吃的话可能会很不好消化 引起肚子的瘴气 但是泡成泡菜真的超级好吃 叶子洗干净以后呢 我喜欢用沙拉机甩干水分 然后就丢入空气炸锅当中了 这个时候呢还可以加点点海盐调味 锅要注意的是 跟以往炸东西不一样 我们要把这个网盖拆下来 盖在上面 避免炸的时候呢叶子乱飞 100摄氏度200华氏度 烘烤20分钟就OK了 在10分钟的时候 中间可以淋上一点点牛油果油 因为其实很多蔬菜的营养素呢 其实都是脂溶性的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弹油色变 然后我们就可以出锅啦 这个羽衣甘蓝碎片真的超级好吃 而且只要加一点点海盐 就非常的有味道 羽衣甘蓝本身的草味也会淡很多 非常的脆 不幸你们听 黄灯区的第二道小点心 就是这个黑芝麻椰香莫米丝了 我们要准备的材料 有洋车钳子可粉 无糖黑芝麻粉 甜叶菊的萃取叶 还有无糖椰子奶 首先我们来先用液体部分 100克的叶子奶再加上50克的水 这样子一共是150克的液体 放进微博当中加热30秒到1分钟左右 它就会变烫 干料部分呢 就是10克的洋车钳子可粉了 这个可是不能被替代的 因为它就是诺基基口感的灵魂人物 它具有很强的饱腹感 还能够帮助我们消化系统哦 把加热的烟奶快速倒到这个粉里面 快速搅拌 因为它非常非常的吸水 然后让它静置10来分钟 这十来分钟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来准备黑芝麻馅了 黑芝麻粉里面呢 加入3D甜叶菊糖 然后加入一点点的椰奶 搅拌到有一点点糊糊的状态 然后轻微温物里面加热 一分到一分半钟 闻到黑芝麻的香味就OK了 最后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糯米皮摊开 铺上黑芝麻馅 再卷起来就好了 为了让它更好的酥性 我还会给它放在冰箱里 第二天早上拿出来 就是一份非常饱腹的早餐了 好了 这盘都是你的 这是你的早饭 不要吃太多 最后就是红灯区了 就是这个黑芝麻三蜜汁了 我做了两个版本 一个是北美偷懒板 还有一个呢 是适合国内小伙伴的杏仁粉版本 我们先做北美偷懒板 之所以说是北美偷懒板 是因为我是已经买好了 这个Costco的低碳玉拌粉 只要按照说明上的米粒拌好 就OK了 我们先来预热三明治鸡 等预热结束以后 刷一点点椰子油 如果没有三明治鸡的话 用皮底锅也是OK的哦 倒进去以后 等10分钟它就熟了 把黑芝麻馅料 一层层的铺在上面就可以了 黑芝麻馅料做法呢 是跟我们前面的 糯米卷的馅料做法是一样的 但是可以做三块饼皮 正好是一份早餐的量 最后切好 低碳无糖的早餐就完成啦 这样子一份饼皮 大概是160卡 那黑芝麻的热热量 会比较高一些 所以就是看大家 自己加了多少黑芝麻 但是呢 黑芝麻对我们的身体 是非常好的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吃一些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做 杏仁粉版本啦 用50克的杏仁粉 125克的水 一个鸡蛋 三克的泡打粉 搅拌均匀以后呢 就可以了 这个糊糊它会比 玉拌粉的糊糊更稀一些 煎出来也不会有 玉拌粉的糊糊 接出来那么金黄 但是我们家属表示说 他好像更喜欢 杏仁粉版本的口感 他觉得这个口感 比起玉拌粉来说 更加的蓬松明软一些 和黑芝麻的内馅也更搭 那我自己的话 嗯 我两个都喜欢 哪个轻松 我就喜欢哪一个 所以我更喜欢玉拌粉的 因为毕竟比较方便嘛 好啦 这个非常适合 大家过必日可以去吃的 一份低碳无糖的甜点 就完成啦 虽然说它没有像 绿灯区和黄灯区一样的 那么安全 但是相比起 很多的零食蛋糕 还是非常的饱富 而且非常的健康的哦 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 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点赞或投影币哦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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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